准时收看 古奇一行者的投资朋友 千万不要忘了 举起你的手指头点三下 第一下给老师按个赞 第二下分享给你身边的投资朋友 第三下按下订阅追踪我的影音频道 行情变化万千 跟着我决胜谈指之间 欢迎收看古奇一行指 我是专业齐全分析师邱玉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台子期的收盘表现 台子今年上涨564点来开出 最高点出现在早上一开盘的 8点45分来到23840 那么最低点则是出现在下午的 12点56分来到23527 整个震荡区间总共是313点 现货的成交量 这是一口气放大来到了4849亿 那么今天老师下的行情 下的标题是什么呢 叫做一日行情 给我投资朋友 为什么今天老师下这么一个标题 我们可以看到 由于昨天台积电 护国深山的法说非常的成功 使得昨天晚上 在晶片股领涨之下 美国股市 不管是道琼还是S&P500 纷纷再度创下的历史新高 那么台子也就延续夜盘的走势 今天开盘就大涨了500多点 那么各位投资朋友 其实昨天台子期在尾盘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昨天尾盘台子是极拉 整个正价差扩大到203点 就是因为在下午有台积电的法说 那么结果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所以整个台子在夜盘的涨幅是持续的扩大 最高甚至来到将近24000点的整数关卡 所以今天早上一开盘就大涨了500多点 可是今天整个行情从开盘之后 是开高走低的一个形态 会不会只是一日行情呢 各位在这地方 我们必须要用客观的角度来看 因为所有的分析都不能够靠自己的感觉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 今天虽然是开高走低收了一个黑K 但是它仍然在下方出现一个所谓的 跳空缺口 那么在跳空缺口只要没有回补之前 整个技术面仍然是有利于中长线的一个多单 那么从当冲者的角度来看更简单 因为不管今天行情是涨是跌是多是空 我们只要能够掌握到当天的盘式结构 就有机会把行情变钞票 以今天早上开盘大涨500多点到底该怎么做呢 绝对不是因为它开高 我们就去放空 开低就去做多 而是在每一天开盘的时候 不管开高开低 我们必须要去分析它的盘式结构 这样子才能够在行情来的时候 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那么呢 可以运用老师告诉大家的看盘口诀 稳盘靠现货公式看期货 今天早上开高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到台子的涨幅是怎么样 落后给大盘 但是呢 电子的涨幅却是领先台子跟金融 按照过去老师告诉大家的看盘守折 这就表示 今天仍然是一个多方控盘的结构 但是呢 力道有限的情况之下 短线容易拉回 但是呢 由于下方有跳空缺口啊 在缺口之上 还是有利多方 所以在拉回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要来找寻一个合适的买点 老师啊 绝对不是事后诸葛亮 事前注意样 我们在今天早上9点04分 当大盘刚刚开盘没多久 老师透过台子前五分钟的成交量 大盘第一分钟的成交量 期货跟现货之间价差的变化 还有老师操作的经验 给会访朋友第一手的分析 今天台子前五分钟是成交了 3100多口 是啊大于过去的五日均量 2600多口 那么现货的部分更是爆了大量 第一分钟就成交了314亿 也是远远高于过去的五日均量 所以其现货成交量放大 这个时候呢 找盘台子的涨幅是落后给现货 电子的涨幅是领先台子跟金融 显示多方控盘 但是力道有限 当技术面出现缺口有利多方 拉回可以留意买点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在每天早上一开盘 你就能够精准掌握今天的盘式架构 这时候当行情来的时候 自然你就不会手忙脚乱 那么呢 除了了解到盘式结构啊 今天是开高走低的行情 有没有办法能够在一开盘的当下 就知道今天行情是往下走的 各位你可以啊 透过主力的多空动向 来掌握到第一手赚钱的契机 那么怎么样知道 今天开盘主力做多还是放空 绝对不是用猜的 可以运用老师的独门指标 就是我的预估开盘价 我们今天的预估开盘价是 23867 各位 这是在每天早上台子开盘之前 系统所计算出来的预估价 等到8.45分实际开盘之后 把实际的开盘价跟预估价做比较 一秒钟就能够掌握主力的多空动向 我们来看一下早上的截图 今天是10月18号 光束指标预估开盘价23867 实际的开盘价是23820 当实际的开盘价小于我们的预估价 就代表在开盘的当下 空单是大于多单 因为空单比较多 才会把开盘价往下给压低 那么这些空单是哪里来的 我说过 基本上是属于法人 主力跟大户 因为一般的投资朋友 都会等到开盘之后 看一下技术指标 才来决定自己的操作 只有主力法人跟大户 会在一开盘的时候 积极的进场建立部位 所以透过这样简单的逻辑 是不是就能够掌握到 主力开盘偏空 我们来看一下公布的时间 是在早上的8点39分 所以各位 如果能够在每天早上开盘之前 得到老师的预估开盘价 是不是一开盘 就能够掌握主力是偏空操作 就算你自己想空 你知道主力做空 你是不是就能够更大胆 更有勇气来进场 所以今天第一笔单 我们就是在8点45分 一开盘23820的地方进场做空 那么接下来又突破了我们的一个加速点 我们的空方加速点今天是设在多少 23805 在今天8点53分来到 所以在一开盘 短短10分钟之内连续两笔空单 这样子你就有机会把握到这一波 总共有高达176点下杀的空间 那么接下来行情开始出现震荡 我们说过今天下方有缺口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价差的变化 来寻找买点 首先第一个 在这里正价差来到正63.79 今天这个正价差出现的位置比较特别 因为过去都是在相对的低点 但今天比较少见 第一次是出现在这里 那么前面正价差大概是130点左右 在这个位置忽然瞬间收敛 按照过去老师告诉大家的 当正价差瞬间缩小 代表这个时候台子旗有机会展开反弹 所以我们在这里9点57分 23775的地方进了一笔多单 各位这笔多单你不要小看 不到5分钟就有41点价差的空间 那么另外在这里也再一次出现 正价差瞬间收敛 多少来到正57.41 所以我们也没错过在这里再次进场做多 23685 而这段上来你可以看也有83点价差的机会 所以今天不管行情开高500点还是开低500点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一定要了解到当天的盘式结构 搭配我们的指标 你每天都有机会把行情变钞票 我们来看一下早上会员收到的简讯 在早上8点45分 11月起始开盘家附近直接试驾做空 这就是我们的开盘光速指标 多通光速指标 大数据运算领先全市场 开盘就出手 让你在起跑点 早上5点台子夜盘休息了 6点一到 每股期货开始起跑 7点半日经动起来了 8点整盘顾也跟上脚步 透过小道琼 小S&P500 小纳斯大克 日经及韩国股市 在台子8点45开盘前的涨跌幅度 及近期与台子的联动性加以计算 就能得到台子在8点45的预估开盘价 若实际开盘价大于预估开盘价 代表开盘有明显多方力道进场 当天盘式通常上涨机会大 若实际开盘价小于预估开盘价 代表开盘有明显空方力道进场 当天盘式通常下跌机会大 市场真正领先指标 开盘就知盘式强弱 我们的光束指标是市场上 真正唯一的领先指标 只我们有办法在一开盘的当下 马上掌握主力的多空动向 做股票大家都想知道 主力法人大户是怎么做的 同样的道理 今天如果你在做指数做当冲 你知道一开盘主力做多做空 对你的操作来讲 是不是有相当大的帮助 再也不用像过去一样 用心里面用拆的 进场之后就是七上八下 因为非常紧张 因为你不晓得这一次 到底是拆对还是拆错 所以最好的方式 就是跟着主力来进场 怎么样知道主力的多空动向 就是用老师的光束指标 我们再来看到在8点53分 11月起止 23805附近 搜讯后市价做空 这就是我们的当冲智能指标 做空智能指标 投资朋友是不是常常在盘中 下跌的时候进场放空 结果行情马上反弹 当行情在盘中急涨的时候 进场做多 结果行情又出现反转 行情震荡明明不大 却被拔过来拔过去 只要有多空智能指标 就能解决你的困扰 每天开盘前 透过系统运算 找到近期成交密集区 与盘中转折点 透过程式计算出 近日盘中多空关键价位 当行情突破多方关键点 就会加速上涨 跌过空方关键点 就会加速下跌 只要掌握多空加速点 就不会在盘中浪费子弹 让你操作更简单 获利更轻松 当然光速指标跟智能指标 虽然它计算的方法跟逻辑不一样 但是都是能够帮助投资人 找到盘中漂亮的切入点位 而且我们所有的点位 都是当下看得到也做得到 没有说什么正负10点 或是正负20点 这种模糊的抠讯 我们再来看呢 在9点57分 11月起始目前23775附近 搜讯后市价做多 再来10点22分 11月起始23685附近 搜讯后做多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 起始当中最佳工具 阴眼预判系统 每天早上除了在开盘之前 帮投资人找到最关键的转折 跟最关键的压力 都提供给你一道 最关键的压力 跟最关键的支撑 那么如果盘中 还有出现像价差 瞬间的变化 有可能转折的机会 也会立刻来提醒投资朋友 今天做指数 其实你只要掌握到 开盘之后的方向 掌握到盘中的一些转折点 所有的行情 都能够迎刃而解 如果你过去都找不到好的方法 你可以跟着老师一起来进场 成就市场一流的口碑 永城国际头部 拥有完善制度 顶尖一软体设备 恶富投资准确性及时效性 用心对待每一位会员 提供精辟独到的投资建议 我们是您永远的依靠 我们是您投资的无二选择 永城国际头部 用诚信专业创造绩效 一通电话财富翻倍 一通电话兴旺无限 永城国际头顾 入会专线 02-2563-9777 02-2563-9777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除了早上在9点05分 给的第一手报告之外 当9点20分 有越来越多的资讯进来 我还会整理一个 更详细的看盘关键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个 台积印ADR飙升晶片股走强 道琼及S&P500再创新高 那么第二个 台股跳空大涨 创7月18号以来的新高 技术面出现缺口有利多方 那么第三个 开盘预估量创下8月5号以来的最大 卖压出容短线有回测空间 那么第四个 台子未平常量水位偏低 筹码动能有限 不易出现嘎空走势 我们来看一下结论的部分 今天多方攻击力有限 短线有回测压力 但如果电子维持领涨态势 则下行空间有限 拉回可留意买点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在每天早上9点20分左右 你也能够收到我替会员 所准备的资料 我相信你就能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充分掌握盘面上 所有的多空重点 不用像过去一样 有多单的人只看利多 只看多头老师的节目 每天都是买点 天天都是起掌点 也不要因为你手上有空单 就不断地去放大一些 利空的消息 如果你只是找寻 自己想要看的资讯 基本上只是在找安慰 对实际的操作 并没有真正的帮助 最好的方式就是跟我一样 每天同时吸收 多空两边不同的资讯 这样子你才能做出 最准确而且最客观的判断 现在就拿出你的手机 打开你的LINE 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小老鼠SS168 小老鼠SS168 只要加入我的LINE 就算你现在还不是我的会员 留下你的联络电话 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 助理就会来帮你做设定 早上的时间就能跟会员 同步接收到我的讯息 也可以扫描上面的QR Code 直接来订阅我的频道 只要最新的解盘影片 最新的教训影片 都能够得到第一手的推播 我们再来看到 在道琼指数的部分呢 是不是像老师所讲的 虽然在大前天 有一根长黑棒 但是我说 整个盘间的形态 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 就是四个字 一涨难跌 所以你可以看 连续两天 又再度创下了新高 我说做空可以 但是是在盘中做当冲 如果你是要做波段单 现在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因为整个技术面 它都没有任何所谓 高档反转的讯号 我们再来看到 在NASA个指数 它现在也是维持着 一个盘间的态势 不过近期相对是比较疲软 还是维持在月线附近震荡 但这个地方大家要特别留意 今天台积电真的非常的强势 但是NASA个指数 涨的却是相对比较少 所以如果NASA个指数 没有办法表态过了前高的话 对我们接下来的公式 一定会受到影响 因为NASA跟我们的联动性 相对是比较高的 我们再来看到 在加权指数的部分 今天出现了一个大量的情况 而且开高爆量 这时候到底该怎么去解读呢 我们昨天讲过 它仍然是有一个 所谓的上升轨道 现在刚好来到轨道上缘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臭巧 可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上一次8月5号 这个地方也是爆了大量 爆大量之后行情开始反转 这次爆大量会不会反转 老师不敢跟大家说 百分之百不会 但是要反转它有一些条件 首先第一个 它可能在高档 如果在这里算是低档震荡主底 那么高档它也要出现头部 才有机会往下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出现大幅的利空 那么反向跳空出现导撞反转 这种情况相对是比较少见 所以如果按照正常的格局来看 它仍然是一个盘间走势 而且下方有相当多的一个套牢区 你当你往上突破 这些全部都是下方的一个支撑 所以在金融市场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但我们要找的是 几率最大的一种情况 我们往几率最大的地方去靠拢 时间一长 自然你就会是市场的常胜均 而不要每次看到高 就觉得这里是高点 每次都想空在最高 当往下跌 就想说这里会不会是最低 想要买在最低 就算被你买到被你做到 你也不见得真的能够赚到 所以最好的方式 我们进来市场 并不是要印证自己的信仰 不是我看多看空 在这里做印证 我们要的是在市场上赚到钱 能够赚到别人的钱 能够让自己的财富越来越多 这才是大家真正最大的一个期望 我们再来看到 在那个台子的部分 现在月线来到22705 那么我们就来看未平仓量 这几天从70333 昨天增加到71693 今天来到了多少 各位74956 有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增加 我们讲过未平仓量 不代表多空方向 不是未平仓量高 行情就会涨 未平仓量低 行情就会跌 而是代表有多少人留在场内 如果行情往同一个方向前进 未平仓量越越高 这就是一个解释 就是赚钱的人没有走 亏损的人也持续在观望 未平仓量增加 表示大家甚至不断的 在加码跟摊平 行情就有机会 往同个方向持续前进 所以今天这里有个跳空缺口 搭配未平仓量大幅上升 如果明天没有反向跳空的话 我认为接下来有机会展开一波 非常一个明显的盘涨格局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那么呢 不管行情是涨是跌 是多是空 今天做当冲 只要掌握到当天的盘式结构 搭配吸力的指标 都有机会把行情变钞票 如果让时间回到早上的8点45分 各位投资朋友 老师每天都在这里按倒转键 但是你想想看 你是不是错过了非常多赚钱的机会 我们来看到 今天如果你就用我的指标 跟着我进场 你一开盘就知道主力偏空操作 你就不会犹豫 各位今天开高立刻进场做空 8点45分 23820 是不是就能够空在高点 那么接下来往下 你也不用急着回补 你还有一笔加码单 8点53分 23805再加码做空 光是前面这半个多小时 一口单就足足让你有超过100点赚钱的机会 那么呢 当行情开始反弹向上 这里出现了一个逆价差瞬间收敛 我们也没错过 在9点57分23775的地方进场做多 同样的这里也有40点以上的价差 那么当它再次拉回这个地方再度出现 正价差瞬间收敛 最小来到正57.41 我们这里也再次进场做利比多单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今天你足足有四次进场操作的机会 不管做多做空啊 我们都是有所本 都一定是按照我们老师啊 设定的这个条件 条件出现我们才会出手 而不是随着盘面上的波动啊 一下子看涨一下子看跌 这样子非常非常的危险 因为现在波动很大 一不小心你没有停损 恐怕就是一两百点以上的亏损 那么呢我们再来看到 行情来的时候 选股票不如做指数 各位投资朋友 今天大盘啊台股上涨了超过400点 但是盘面上却有将近7成的股票是下跌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主要都集中在所谓的全值股 所以呢大涨400点 你选错股票 基本上是完全沾不到边 所以呢最好的方式 当然就是做指数 因为不用怕选错股票 涨多少你都能够享受到 那么即使行情拉回 做指数的优点是 立刻可以反手为攻 进可攻退可守多空都可以双向 你今天跟着老师的千里眼波段 策略下载系统 你可以看到 昨天呢我们在尾盘 一点钟的时候 1.01 23200的地方 进场做了一笔多单 今天随着指数开高啊 我们呢 短多单在开盘的时候 获利了结 毕竟已经有五六百点 那么可是另外一个 中长线的多单再度进场 所以呢在这里啊 进行一个冲销 我们现在手上 仍然是有一笔多单存在 我们呢 多空就是会有一个互补的效果 长线保护短线 短线保护长线 老师多策略下来 才有机会能够赚到整段的行情 今天呢是第二个交易日 已经替会员创造了 914点的价差 我相信啊 昨天也许有很多人都是一样 也是进场来做多 但是我更相信啊 昨天夜盘开始在涨的时候 涨200点到300点 一定一大堆人都下车了 更不要讲说 今天放到开盘 能够有五六百点的空间 所以很多人看法 也许都很准确 看盘的功力都很棒 但是赚不到钱 因为你根本就抱不住 所以最好的方式 就是用老师多策略的程式单 这时候你才能够啊 掌握到整段的行情 我们就来看到 在今年年初一月份开始 除了一月份震荡比较小 出现了亏损700多点 接下来的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每个月通通都是震的 而且呢 总结下来 上半年是赚到8600多点 如果加上下半年到目前为止啊 各位已经来到了多少 18000多点 而且呢 我认为接下来啊 这两三个月啊 还是相当的有机会 前面有跟上脚步的投资朋友 现在一定要打电话进来 因为呢 也许你过去操作的绩效 并不是很好 跟着老师也不是很专业 或是你的软体 根本就没有帮到你 这些都没关系 从现在开始 你有新的选择 最需要波段策略的三种人 哪三种 第一个 没有办法天天盯盘 担心行情波动太大 第二个 想要赚取大波段 反败为胜 第三个 没办法克服人性 往往都是赚小赔大 如果是这样的状况 只要家里有一台 可以上网的电脑 打电话进来 立刻就能够跟上 我们的脚步 或是呢 你也可以透过 收简讯的方式啊 来了解一下 老师的操作的方式 机会就像空气一样 无所不在 金融市场 遍地是黄金 既然你有工具 有方法 就充满了赚钱的机会 如果你常常一进场 就是呼吸困难 心跳加速 就表示你用错的方法 你对你目前的操作 并没有把握 所以呢 我建议你 跟着老师一起来进场 想要当一家 就要找专家 市场上大部分的老师 都是在讲股票 做指数的 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得到 比别人更多切入的机会 想要能够赚到 千点的行情 来逆转胜的话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 最后老师祝大家 天天做期货 天天有收获 我们下次见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差不多